拿著碗筷坐在臨時搭架床上吃飯 一旁的志工協助填寫資料 在明做好心理準備 將在收容中心圍爐過春節 鋪著電子白燒棉被 靜一瓶的大小成了暫時的家 一度爆出收容中心環境髒亂 無水可用 食物發臭腐爛 但實際求證並無此事 刷還蠻乾淨 一早比較不OK 因為它的門 但是就這一半 事實上我們一開設開始 就非常重視這些事情 我們也希望提供最好的服務 給我們收容的助益 物資分門別類 家民若有需要 隨時可以索取 再過三天就是農曆春節 新正月通路獲得聯發科 允諾提供住宿費 讓家民在春節期間 住到旅館或是民宿 未來長期安置 政府則提出國有地 一機蓋永久屋的構想 兩年前圍灌大樓倒塌時 坦仁市政府採取以短中長程方式 安置受災戶 以醫護一社區規格照顧居民 因為考慮到我有節制的狀況 那醫店這邊的話 他的社會住宰 他是屬於比較無障礙的空間 在我出院的時候 就是他要請成大的那個醫生 過去幫我做評估 看有沒有辦法符合 我日常生活上的作息這樣子 微觀住戶挺過堅信 希望成為花蓮的接近 讓受災戶早日恢復平靜生活 記者廖維林王千玲花蓮報導 我們會看到